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剛介紹了秋天養生的食材 其中之一就是臨齒 今天就詳細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臨齒原來全都是寶 全新的部分都可以入藥 我們要了解 臨齒是我們很喜歡的水果 秋天就是它的當造 所以中秋節 吃月餅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吃了這個臨齒 為什麼呢 一來它的形狀圓 同時紅色 我們中國人喜慶就是喜歡紅色 還有圓有個團圓的意思 同時臨齒的齒字的音 好像是字 差不多 所以 有事事如意的感覺 是一種好的祝福 它不僅是微微 同時它的藥用價值 和保健價值很高 所以被譽為果中的聖品 臨齒本身是聖寒的 微甘微劫 入肺 肥 為大腸四經 本草項目記載 它說 此乃皮 肺 血份之果也 其微甘而氣平 聖劫 能收 故有健肥 劫腸 治病 止血之功效 而且臨齒最特別的 它全身都是寶 各個部份 都可以入藥 包括皮 丁和 齒餅上的 霜 先介紹 皮 這個齒皮 是未曾成熟的 青色果皮 齒皮 是未甘劫性寒 但是有清潔解毒的功效 根據田南本草的記載 齒皮 貼丁倉 無名腫毒 所以將未曾成熟的臨齒 皮撕下來 貼敷在環處就可以了 第二個部份 定 這個是未甘劫性平 歸圍經 可以降液下氣 止施益的功能 齒定是未甘劫 專入的圍經 可以降遺氣止施益 因為它的性是平和 所以凡是胃氣上 亦所導致各種 這些施益都可以應用 例如祭生芳 將齒定和丁香生薑一起用 來治胃寒的施益 第三可以弱用的 就是齒餅上的霜 即是它外面白色的粉霜 它的味道是金 性是涼 是歸心 肺 為三經 可以有潤肺 止咳 生瓶尼咽喉 止血的功效 所以多數用來治療 肺炎的 噪咳 喉嚨的痛 肝 或者你的口 你又生瘡 甚至有咳到血 還能治療慢性的氣管炎 遇到肝咳喉嚨痛 你可以將這些齒刷 加點水 來喝 每天兩次來喝 就可以有改善 不過因為齒餅的傷 屬於性寒 所以如果你是風寒咳嗽 就不適用 臨此雖然有果中性品的美育 但是建議大家要適量食用 而且不要空腹食用 因為很容易造成這個齒結石 至於你是脾胃虛寒 和有這個談濕的 都是不適宜 我以前曾經上傳過兩個視頻 一個是 吃齒子的禁忌 和哪些人不宜吃齒子 這兩個相關視頻的網址 會在現時簡介下 喜歡吃臨此的朋友 一定要了解清楚 多謝你們收聽